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我们就来探究一下他的绅士之谜 秦始皇到底是秦庄襄王的儿子 还是吕不韦的儿子 制造这个谜团的正是这部伟大的史书《史记》 司马迁老先生在这部书里记录了上至三皇五帝 下至汉五帝三千多年的历史 关于秦始皇的绅士 秦始皇本记里说 嬴政是秦庄襄王的儿子 但在吕不韦列传里 又说嬴政是吕不韦的儿子 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这段公案因为时间太久了 已经没办法再找到直接证据 但我们可以试着从现代的逻辑分析入手 去窥视一下这个千古之名 只是个人看法 欢迎大家指证 公元前259年 在赵国的都城邯郸 就是今天的河北邯郸市 一对年轻的父母欢天喜地地叛来了长子的出生 父亲叫嬴之楚 是秦国的王子 母亲叫赵姬 是一个大户人家的女儿 嬴之楚给自己的儿子取名叫赵正 就是后来的秦始皇 当时这家人还有一个关系极其密切的朋友 叫吕不韦 嬴政是私生子的传闻 就是从他们三人的关系开始的 先看看 紫楚和吕不韦是怎么认识的 当时是战国时代 现在的中国东部和中部 有秦 楚 韩 魏 燕 兆 齐 七个诸和国 称为战国七雄 这七个国家之间的关系 很像中世纪的欧洲 各国相互攻伐 但又相互制衡 联姻 制衡的手段之一 就是把自己的国家的王子 王孙 送到别国去做仁治 嬴之楚就是秦国送到赵国的人治 不过 制衡对想搞大事业的人来说不好使 秦昭相王就是嬴之楚的爷爷 他雄心勃勃 要建立一个统一的中国 他一边在国内搞好经济建设 一面不停地跟周边国家开伙 一面不停地跟周边国家开伙 吞并了很多别国土地 所有国家对秦国都很不爽 在这种情况下 二十多岁的嬴之楚 在邯郸过的日子可想而知 但有一个人注意上了他 这个人就是吕布韦 吕布韦是荷兰服养人 当时大概三十多岁 常在邯郸做生意 精明的国际上 他连继亲近 已经成了一万佛 吕布韦为什么看上了资处 有了看看资处的家谱 祖父秦昭相王 父亲太子安国君盈柱 弟母华阳夫人 盈柱有二十多个儿子 包括盈之楚 这盈柱还没有确立王太孙 因为他最宠爱的太子妃 华阳公主没有孩子 所以盈柱在继承人这个问题上 意志犹豫不决 俗话说皇帝爱长子 百姓爱妖儿 这盈之楚排在中间 既没有长子的优势 也不像幼稚 能得到父母的格外怜爱 再加上亲生母亲 下姬并不受宠 所以在尚未成为王太孙 这件事情上 他可以说毫无胜率 吕布韦想做的呢 就是以全部的资产 投资之处 帮他成为王太孙 以后做秦王 他专程咨询了他自己的父亲 吕老上的那意见 他问父亲 种地能得多少利润 吕老上人回答 十倍 那珠宝生意呢 一百倍 那投资王孙 让他当国王呢 吕老上人瞪大了眼睛说 这可没法计算了 意思是 这是高风险 高回报的投资 得到了父亲的肯定后 吕布韦开始行动 吕布韦直接找到 紫楚的家里对他说 公子住的地方不够气派 如果你不嫌弃的话 我可以帮你住上豪宅 意思就是说 我可以帮你上位 紫楚笑了笑说 你先自己住上豪宅 再来帮我 意思就是说 你先掂量一下自己 有没有实力 吕布韦说 我的豪宅 要靠你的豪宅 才能造出来 紫楚一听 知道话中有话 就邀请吕布韦升台 吕布韦向紫楚 说出了自己的计划 太子妃华阳夫人五子 想办法把她过继 给华阳夫人 由华阳夫人吹枕头风 让她当上太子 紫楚很高兴 许罗说 如果事成之后 愿意和吕布韦 共分天下 自此交易达成 吕布韦开始给紫楚 翻修住宅 买豪车 提供资金 四处公关造势 六国的权贵 都称赞紫楚是个人人 吕布韦还给她 娶了媳妇 赵姬 然后吕布韦带着贵重的礼物 到秦国公关 公关的对象 就是华阳夫人 没多久 银柱宣布 正式立紫楚 为法定计则人 吕布韦的投资计划 成功了一半 下面就看 资楚能不能顺利登上王位了 讲完 资楚和吕布韦的合作关系 下面探讨一下 赵姬的身份问题 前面提到 公元259年 赵姬生下了嬴政 吕布韦列传里是这样写的 资楚 资楚在吕布韦家饮酒 看中了 吕布韦的一个小妾 一个叫赵姬的文女 希望 吕布韦送给她 吕布韦大怒 但想到已经为资楚 花了很多钱了 就算了 把赵姬送给了资楚 当时赵姬已经怀有身孕 但她没有告诉任何人 嫁给了资楚 生下了嬴政 资楚喜当爹 注意 这里讲到赵姬的身份 是小妾兼母女 吕镇是吕布韦的儿子 吕镇出生不久 秦国与赵国发生了长平之战 赵国死了四十多万人 赵国人把秦国人 恨得牙痒痒的 准备杀掉吕子楚 吕布韦打通关节 带着紫楚 连夜跑回秦国 赵姬则带着吕镇 夺回梁家避难 因为梁家是豪门 赵姬母子才活了下来 过了六年 秦昭相王去世 迎祝继位 子楚成为太子 这时 秦赵关系有所缓和 赵国护送赵姬母子回秦国 很快迎祝去世 子楚继位成为秦王 立迎政为太子 赵姬成为王后 大家看 前面说赵姬的身份 是小妾兼舞女 后面 说赵姬的梁家是豪门 什么样的豪门呢 能够在六年内 对抗住全国的压力 保住赵姬母子 豪发无损 这样的梁家 只能用一个词来形容 有权有势 这有一个历史背景 在农业社会里 商人的社会地位 是很低的 什么样的家族 可以说是有权有势呢 贵族 而且是级别不低的贵族家庭 这样的人家把女儿送去做商人的小妾和舞女的概念为多少 零 这两处自相矛盾的说法哪个更可信呢 我个人认为赵姬是贵族出生的更可信 后来赵姬成为王后 也能佐证这一点 先让我们来看看 有记载的秦国王后的身份 秦惠王后 魏国公主 秦武王后 魏国公主 秦昭湘王后 楚国公主 秦孝文王后 华阳夫人 楚国公主 王子娶妻 看的是女方的家世 家世代表着文化教育程度和背后的家族权力体系 云之楚这个太子更是不能有半点任性 他的妻子必须符合父母的期许 赵姬一到秦国就被立为太子妃 这说明秦王父母对他的身份是满意的 而且赵姬的贵族身份也符合吕布韦的投资习惯 看看吕布韦以后的举动 你就知道他是一个多么谨慎的人 云之楚死了以后 云正即位 因为年龄太小 没办法请政 就有几位太后和重臣辅佐 帝后赵姬和相国吕布韦是其中两位 这期间赵姬和吕布韦因为工作关系 有了频繁的接触 针灸发生的关系 但吕布韦对这段关系是又惊又怕 赶紧给赵姬介绍了一个情人 脱身了事 吕布韦的精明和谨慎是一贯不变的 他不会为了私情把自己的投资都藏住掉 所以我个人认为赵姬出身贵族 秦始皇就是银子楚的儿子 当然也不排除吕布韦送过银子楚舞女 但不会是赵姬 这里还有另外一个证明 那就是银正的爹银子楚 从头到尾对银正的身世没有任何怀疑 银正一回国就被立为太子 顺利继位成为秦王 当时银正还有一个弟弟叫陈乔 如果银正的身份有任何值得怀疑的地方 王位都落不到他身上 而且战国时代的医学 特别在妇女怀孕生产这些方面已经很有经验 王子娶妻 未婚妻都有一个等待过程 要艳名正身才可能批准 更有意思的是 赵姬是舞女 秦始皇是女不韦的诗圣子 这个说法 在史记以前的文献中都没有出现过 司马迁老先生是第一个写这个故事的史学家 不过他写的时候也留了伏笔 他说 史皇是满了大妻才出生的 意思就是 只处得私人一生 证明赵姬是十月怀胎生下的秦始皇 没有异常 那么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没头脑的故事 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好了 谢谢收看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